大家好,我是文一 非常高兴在这里与您分享更多有关Riff账户的知识 在本课程中,我们将帮助您了解Riff账户 以及如何在Webbroker上进行Riff提款 首先,我们来谈谈什么是Riff账户 Riff,也就是Register Retirement Income Fund 即注册退休收入基金 大多数加拿大人在RSP退休储蓄计划中存钱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为退休做打算 您可以在RSP中进行多项投资 获得的收益在提款前都是低延纳税的 然而,您是否知道当年年满71岁时 根据加拿大税务局的规定 您所有的RSP在当年年底之前都要被转化成Riff 在道明自管投资 您可以去最近的道明加拿大信托分行填写Riff申请表 或者在网上申请 把您的RSP账户转换为Riff账户 如果到该年底您还没有完成申请 我们会自动帮您完成转换 但是仍需要您在账户申请表上签字来完成申请 当然,开通Riff账户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您可以选择在71岁之前开启Riff账户 需要注意的是,在您提交以签字的申请表之前 您的Riff账户只能出售 而不能购买更多投资产品 Riff账户的目的是按您进行结构化提款 为您的退休生活提供资金 RSP和Riff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Riff不接受贡款 第二,Riff有一份年度强制提款计划 这些提款通常被称为Riff年度最低提款金额 需要注意的是,在您的Riff账户开通的那一年 是没有年度最低提款金额的 第三,Riff账户提款不需要像RSP一样 交纳提款费用 除了这些区别之外 您把资产从RSP转进Riff时 不会产生税务问题 您的投资也可以不用卖出 可以原封不动地转入Riff账户 以便在避税环境中继续增长 美金投资也是一样的 您在Riff的美元账户里 可以继续持有美金投资 而且不产生外汇费用 现在让我们来聊聊Riff年度最低提款金额 在开设Riff账户时 您可以选择用自己或者配偶的生日 来计算您每年的提款额度 年度最低提款金额 是根据您投资组合上一年12月31日的总市值 以及您或您配偶上一年的年龄 而计算得出的 它会在Webbroker界面中的Riff面板显示 详细的计算方式请参考政府网站 您从账户中提取的任何金额 都必须在您的所得税申报表上 作为应税收入申报 尽管从Riff账户中提取年度最低金额 是不需要缴税的 但是为了避免在年底时出现意外的大额税单 您可以选择在提款时提前缴税 当您提交Riff开户申请时 您可以设定提款的日期 希望预扣的税款 提款的频率和收款账户 也就是您的银行或交易账户 提款的频率 您可以选择每月一次 每个季度一次 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 您可以指定以加元或美元提款的百分比明细 如果您想要更改您的Riff账户提款设置 或要求额外提款 您需要联系我们的投资代表 现在相信您对Riff账户有了一定的了解 让我们来谈谈如何在Web Broker平台上 进行Riff提款 这下自助服务功能能够让您方便地查看 Riff提款计划的当前条款和信息 首先点击账户Account 然后在账户详情Account Details 下面选择Holdings and Activity 点击Riff账户之后 Riff提款界面就可以在账户标签页中找到 在页面的顶部 您将看到您的计划提款详情 其中显示了您即将进行的Riff提款信息 如下一次的提款日期 选择金额 提款频率 以及您的收款账户 对于您的Riff账户 您还可以看到以加元和美元计算的提款分配百分比 页面顶部的年初至今Year-to-date将显示您已提取的金额 以及以加元和美元计算的年度预扣税情况 由加拿大税务局计算出您的年度最低提款金额 将显示在右边 这个金额是根据您或您配偶的年龄 以及您投资组合截止上一年12月31日的总市值计算得出的 这里显示的年度最低提款金额是当年必须从您的账户中提取的金额 但是如果您的Riff账户是今年新开通的 那么在这个提款界面是没有任何信息的 因为Riff账户开通的第一年是没有年度最低提款金额的 当然您可以联系我们的投资代表要求提款 但是所有的提款金额都需要扣掉相应的税款 另外如果您有锁定的Riff账户 除了年度最低提款金额之外 您还会有年度最高提款金额的限制 因此系统还将显示剩余金额和每年的最高提取金额 方便您管理您的账户 请注意锁定的Riff账户的提款 不能超过Riff提款界面上的最高提款金额 除了年度最低提款金额之外 自管投资客户还可以通过点击提款按钮要求额外提款 首先选择您想提取的Riff账户 可供提取的现金金额将显示在账户下拉菜单的下方 然后选择您的收款账户 这里的收款账户必须是道明银行的账户 并且在Webbroker上也只允许现金提款 如果您的收款账户是其他金融机构 或者您想以投资的形式进行Riff提款 比如用股票、互惠基金等 请联系我们的自管投资代表 下一步是输入扣税前的提款总金额 如果您选择从Riff的美元账户提款 那么您需要输入美金金额 另外您还可以看到剩余的免税提款金额 最后请选择您是否继续进行之前的预设提款 或取消今年接下来的预设提款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您选择取消今年剩余的预设提款 那么今年您将不能再通过线上自注提款 如果您打算进行多次提款 您可能想要选择继续进行预设提款 但同时根据您预设的提款日期 您需要确保您的提款没有超过年度最低提款金额 除非这就是您的计划 不然在提款时请您仔细核对提款金额 然后系统将显示您的提款请求详情 以便您查看 如果您想调整预扣税 听减机显示预扣税选项 您可以在此处调整预扣税金额 或点击下方链接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您同意这些请求 请单击继续进入审核界面 这里您可以查看您的Riff提款的详细信息 请注意如果您的提款超过年度最低提款金额 则显示的预扣税可能不准确 但适当的税率将自动适用 点击确认提款以提交您的请求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您的提款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 一旦处理完毕 提款将在您的账户历史和Riff提款界面上显示 Riff账户可以成为您为退休生活储蓄的重要工具 我们希望以上的这些讲解能让您更好地了解 如何使用Riff提款界面 希望今天的课程能够对您日后的Riff提款有所帮助 如果您还有其他任何问题 欢迎联系道明自管投资 我们的中文电话是18008383223 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五 东部时间早上七点至晚上八点 我们的投资代表会非常乐意地帮助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